今天给大家推荐作家贾平蛙的最新作品《赞座》 这也是贾平蛙及废都之后的第二部都市题材的作品 当年贾平蛙作品《废都》问世之后有很大的争议 面对舆论的压力 人声低谷的贾平蛙很少外出 她自家楼下有个茶楼 女老板长得很漂亮 这家茶楼女客人特别多 十几位漂亮女性都是女老板的闺蜜 她们一有空就在茶楼聊天喝茶谈心 贾平蛙喜欢到楼下的茶庄喝茶 每天两次雷打不动 在那段时间啊 贾平蛙每天都看着她们来来往往 观察她们的喜怒哀乐 了解她们的家长里短 27年之后 年近70的贾平蛙花了两年时间改稿四次 完成了这部21万字的作品 在这本书里 她讲述了十几个单身女人 在城市快节奏生活下的酸甜苦辣 表面上她们风光无限 但内心却暗藏各自的悲哀 在生存和道德中 她们苦苦挣扎 但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有的为了地位攀附权贵被双规 有的为了更大的利益出卖了闺蜜 还有的为了利益出卖尊严 这外表光线的背后是心灵的纠结和精神的沉沦 贾平蛙在书中写道 人生就是一场赞座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赞座 小说要表现的是全社会 是人活着的意义 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她们在经济独立之后 怎样追求自在 潇洒 时尚和文艺范 又怎样艰辛 迷惘 无奈 甚至堕落 这也是每一个人的状态 在茶馆这个苦乐场当中 或多或少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贾平蛙把这些揉在一起组成了打牵世界 你可以用上帝视角俯瞰 这个围城当中的生活画卷 更加清楚的认识这红尘中的世事纷争 这部作品被评为2020年十月好书奖 2021年华人榜人文成就奖 被当代评为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 如果你最近感觉心浮气躁 焦虑迷茫 不妨静静心读一下贾平蛙的这本书 或许能让你更好地看清这个世界